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李大师 来到现场 李大师你现在正式是立委候选人 立委参选人 在没有登记以前还不算正式 还不算正式 你要打你的对手是赖士堡 这个区域是你自己挑的吗 是我挑的 为什么特别挑赖士堡 因为看他不顺眼 为什么看他不顺眼 因为他是马英九的大将 所以呢 所以看他不顺眼 你是要故意 因为修理马英九要去挑战赖士堡吗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修理赖士堡 我是修理赖士堡背后的马英九 为什么要修理马英九 最有趣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 我们以为二次经改 把公家银行卖给私人银行 陈水扁干的这个坏事 是陈水扁一个人干错的 是很多人配合陈水扁干的 其中一个人就是台北市市长马英九 台北市银行是个好银行 台北市银行是个大银行 结果呢 声吞活泼的卖给了一个小银行 一个烂银行就卖给了富邦 你就为这件事情讨厌马英九吗 还不够吗 还不够 不然我讨厌他 所有的卡奴都讨厌他 因为台北市银行没有以后 中央信托局都没有以后 没有国家的银行来给卡奴护盘 结果私人的银行用高利率 高利息 超过百分之二十利息 对 吃了卡奴 大师 你可以说那你这次出来参选 是为了教训马英九 亲民党其他人也是这样吗 亲民党其他人 是为了教训马英九而出来的吗 什么目的 我不清楚 跟我的目的可能不一致 不过大体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大家都希望 在两个党的垄断之下 有一个第三党出来 希望能够平衡立法院的关系 大师 这个宋主席 反正因为现在已经公布了 宋主席当初是三顾茅庐吗 是拼命敦请您出来吗 过程到底是什么 他有什么理由说服你的 不止三顾茅庐 不止 那是怎么信的 因为他跟我本来就有一个最原始的关系 他是我的敌人 因为他是做过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 那个时候我正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 所以他是我的敌人 后来因为十一年以前 二零零零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熟了一点 宋主席跟我都是选总统的落败的 我们都 心心相喜啊 心心相喜 选局完了以后 我告诉你个秘密 他派或是请前陆军副总司令 叫做张光锦 张光锦 张光锦在台中一中 我中学的同学 同班同学 好朋友 我到我家来 送了我五百万 你说什么时候 就是败选以后 你是总统败选以后吗 二零零零年 总统败选以后 两千年总统败选以后 张光锦代表宋楚瑜 到我家来送五百万 我怎么处理 我告诉你他要去了 我说这个钱我收下来了 可是要放在宋楚瑜家里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我不要收 你不要 就是寄放在宋那边五百万 也不是寄放 就是放在他那里 就是我收了 可是放在你家里 意思就是 等于没收 等于没收 从那一次你就觉得他是好人 是不是 我觉得他有一点可以看出来 就是开票的时候 这个开票过程一落选 那时候我在阳明山 国家安全局还有25个人保护我 保护你 陈水扁 宋楚瑜 连战许新良 每个人都有25个人在保护他 我们有个队长 刘队长 刘队长就跟我说 陈水扁打电话来 刚刚当选 向我来质疑 我说我不要接 然后刘队长也跟我说 宋楚瑜打电话来 向我质疑 我就接了 所以宋楚瑜在落选的那个时刻 他还这么样的礼貌周到 特别来打招呼 他虽然落选了 可是他得了460万票 对 他分到了很多选举经费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分了500万给我 分了500万给你 我没有 我卸掉了 那但是这一次呢 你说他不止三顾茅庐 他用什么理由 说服你出来参选 还有什么理由呢 一拍即合啊 什么意思 讨厌马银酒吗 讨厌马银酒是一个表象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就是说 我跟宋楚瑜 我们都不服气啊 把话真的原因 你告诉你也好了 我们都12年没有选总统了 2000年那一次以后 我跟宋楚瑜选总统都落败以后 到今天我们已经快12年没有选总统了 我们离总统越来越远了 对 离上帝越来越近了 对 所以当然我们觉得 在人生的这个 走向后半截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所表现 希望有所贡献 这样子 你说他那个理由是讲说 我们一起来拼一场吗 他们演的话 他怎么讲呢 他只是说 新民党愿意出来 在国会里面 成为一个 可以控制整个局面的一个小党 希望接触于李大师之缘 好 大叔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提名名单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确定的几个提名名单 有人说是新民党走自己路 也有人说是玉石俱焚 到底是不是玉石俱焚 能跟国民党同归于尽 来看一下 自己人变成敌人吗 拼胜选 还是在拼同归于尽呢 好 我们先来看文山区 亲民党派出重量级的大师李敖 迎战国民党的赖世保 可是要注意喔 在这一区喔 蓝军是64% 比绿军的35% 换句话说 以大师这一区 蓝远远大于绿 是李敖大师赖世保先生 要分这64.3的选票 好 再来台北市 黄珊珊对到国民党的蔡震源 高雄市李建南对黄昭顺 台中第七选区 段维宇对郑立文 新北市吴钦池江卉珍 还包括了陈正胜 迎战大安区的蒋乃星 其中有几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看一下 比如包括一下 李建南对黄昭顺 要注意看喔 这个选区喔 蓝军是多少选票 51耶 绿军多少 48.9耶 换句话说 蓝绿相差是2%到3%喔 如果李建南跟黄昭顺 共同分这51%不多啦 是不是差两三千票 黄昭顺都落选了 相同地方也在台中第七选区 段维宇跟郑立文 这个地方蓝军本来落势 49.7 50.3 蓝军国民党要赢都不容易了 现在亲民党段宇 出来跟郑立文又瓜分蓝军的选票 最后是不是也同归于尽 大师你怎么看 到底亲民党是走自己的路 还是真的外界所讲的 很多地方是自相残杀 同归于尽 为什么用这么多难听的成语呢 什么自相残杀 什么同归于尽 你国民党靠边站 就不会同归于尽啊 就皆大欢喜啊 是每个关口 你国民党都不肯让别人 所以这造成悲剧啊 最严重的一次就公元200年 选举前头一天 马英九带着吴伯雄 带着台北市议长陈建志 开了记者会 宣布连战行事大好 宋楚瑜江河日下 请大家投连战 结果票开出来什么结果呢 连战得了290万票 宋楚瑜得了460万票 他比连战多了170万票 宋楚瑜比连战多了170万票 马英九你们发布假民调 说宋楚瑜垮掉 这国民党的假民调 马英九念出来的 马英九代表念啊 那个数字 所以请问是谁倒谁的蛋呢 谁不是大体呢 谁使大家欲试俱焚呢 谁使大家同归欲尽呢 是你国民党嘛 你有这种前科嘛 可是他这次已经完成提名程序了 大师你觉得赖世宝应该要让你吗 还是 大师如果你们两个再做一次民调 决定谁出来选 大师你愿不愿意 我担任任何民调 可是有个大前提 先开辩论会 辩论会 我们是在野的人 我们没有在台上 我们没有这些媒体 我们是靠着我们老的信誉 来跟你比赛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一点点热身 所以需要辩论一场 或者两场或者三场 然后再决定民调 所以大师你讲得很清楚 如果辩论两场到三场跟赖委员 进行党外民调 万一他赢你 你愿意退吗 他不会赢我 我赢他 他不会赢你 如果万一啦 没有万一 是不是大家尊重民调的结果 我一定赢他 你愿意接受 这个机制你接受 我愿意接受 你愿意接受这个机制 只要我愿意接受 别人愿意我不愿意 只要我愿意接受 你愿意再来一次党外民调 经过民调那个辩论程序 然后开始民调 民调结果 我愿意接受 你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如果万一 不管谁赢谁就接受民调的结果 赢得参选 赢得代表蓝军参选 你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你觉得亲民党其他人愿意吗 你有跟宋主席 我不能代表别人 我也没跟宋主席 谈过这个事情 只是你问到我 我告诉你我愿意接受 因为我不在乎 不在乎 不在乎 因为我眼里 那是把咱们打得过我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师这样讲 你觉得你有信心 现在了 你有信心赢赖世保吗 没有 没有怎么样再讲一遍 你有信心赢赖世保 还是你觉得 那一区反正蓝军大 再怎么样 不可能输给绿军 去看衰民进党 是这样吗 你搞错了 我要民调是给民进党看 你不要提名了 叫民进党不要提名 这个区里69%都蓝色票 是不是 64 64蓝色票 现在我跟赖少华在对干 是不是 你们觉得我们两个人一半一半 然后 你觉得你们民进党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 民进党不听明 是最聪明的 然后看 两个蓝色的人来斗 不可能民进党自己有基本盘 三成五的基本盘呢 他没有机会了 嗯 没有 没有机会 所以你觉得即使你们两强相争 起码在文山区啦 至少应该还是蓝军出现 就是今天看到这个基本盘 你别看上一次的开票 上一次开票 赖世保得了72% 民进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他这个基本盘其实 并不多 并不稳定 但是现在讲 比如说像高雄 台中 文山区蓝军比较大 就是盘面还比较大 就像高雄啊 台中 原本就四成九到五成之间 距离很近的 你说像是 离建南 黄昭顺这一区的 大师 最后到底会不会 你们有没有判断过 真的会有兄弟自相残杀 在部分选区 如果是兄弟 就不会自相残杀 就是因为有人没有当兄弟 可口声声要团结 我跟你讲 国民党 国民党只是一百零八万的党员 整个泛蓝是八百万人 所以国民党只是泛蓝的八分之一 你八分之一的人 你就好 叫人家才跟着你 你一点都不让步 一切叫别人配合你 一次又一次 哪这个事情啊 别人不配合你 就是破坏团结 就是不是大体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太欺负人了 你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还把别人赶开 然后还说别人不是大体 还丑化人家 今天丑化宋储夷的理由 没有一个理由成立的 什么不是大体 什么破坏团结 什么仇恨马英球 什么没有正当性 没有一个理由成立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理由成立的 我讲给你 我做一件事情 我恨不恨一个人 这两回事情嘛 好不说上了魏安妇的事件 魏安妇的事件 我拿出来一百件的艺术品 一卖了一百万美金 捐给每个魏安妇 我并未 不能说我有爱于魏安妇 可是我有恨于日本人 我因为恨日本人 所以我做了这么件好事 史大师 你觉得宋主席有恨马英九吗 就是恨又怎么样 两回事嘛 你觉得有恨吗 我恨他 恨起他了 我选总统是两回事 不行嘛 不能因为恨 就不得 我的被选举权 是付现法给我的 现法没有规定说 你恨一个人 不可以参加选举啊 没这样规定啊 因为这个心态很复杂的 我举个例子 最有趣的例子给你看 我跟我的情妇走到街上面 对面来了个乞丐 脏兮兮的 我立刻掏了一百块钱 就给他 打把他走 这个原因 好几个解读 第一个解读 我显配给我的情妇看 我很大方 很好爽 第二个原因 我可能心里面 要日行一善 今天就善事 我要给他一百块钱 第三 我可能有洁癖 他脏兮兮的过来 我赶紧把他打把走 原因有好的有坏的 有见得了人的 有见不了人的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的一百块钱不见了 给了他 这是看结果 所以 我恨不恨马云九 跟我要不要选 两回事 不能说 因为我恨马云九 你说我恨他 我也承认我 甚至我承认我恨他 你就说我没有正当性 太有正当性了 台湾的民主 如果有的话 被两个党吃掉了 被两个党吃掉了 没有第三个党来平衡他 我第三个党出来 是最大的正当性 但是你觉得宋主席撇开 要不要参选总统 要不要参选总统 我们待会讨论 你觉得宋主席 对马心忠 是有恨意的吗 你是这样觉得吗 恨又怎么样 喜欢他又怎么样 两回事嘛 你觉得有恨意啊 要我他 我恨死他了 要是你恨死他 你在我十年 十一年前 选总统的时候 头一天 违背 选霸法的规定 发表假民调 害得我落选 可是后来两个也 攜手合作了嘛 你讲的那个事件之后 那种合作是虚情假意 过去合作虚情假意 马英九对别人哪有真情啊 难道看不出来吗 他这么冷漠的一个人 所以你是以前是这样觉得 还是你是为宋打抱不平 我以前这样觉得 也是为宋打抱不平 好 两个都有 到底今天宋主席 在公布了区域立委提名名单之后 有没有自己要参选总统 他没松口 但是李大师说 有跟宋主席 有劝他 可以参选总统 宋心中 怎么想的呢 到底是两组还是三组 候选人在2012年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独家专访到李大师 来到现场 李大师 这一次参选 亲民党总统提的 在实习区域立委 你觉得会上几席 区域立委会上几席 你们自己评估 因为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的意思 我最好不要加入这种猜谜式的 预言式的讲法 因为我比较有很准确的看法 怎么证明 我拿个资料给你看 你看看这个资料 给大家特写嘛 嗯 好 当年亚洲周刊登出来说 李敖预测选情 匾可能险胜 出这个亚洲周刊出刊的头一天 印出来 第二天就发生了两颗子弹的事件 哦 陈岳匾险胜 我讲那个笑话 嗯 那天 我发表这个谈话以后 嗯 亚洲周刊从香港运到台湾 嗯 前立法院院长梁肃荣 嗯 打电话给我 嗯 说李敖兄啊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泄气的话呢 嗯 这一次 连战跟宋楚瑜 一定赢 嗯 蓝色一定赢 嗯 我说等开了票再说好不好 嗯 第二天下午 我在书房里面 开始开票了 嗯 我太太打电话给我 说哎呀 开票了 连战宋楚瑜 形势大好 嗯 我说等开完票再告诉我 啊 开完票 陈岳匾贏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测啊 你觉得 嗯 因为当时 你注意啊 凡是两个情况 嗯 选票 很接近的时候 嗯 非常危险 嗯 当年的党外人士 余登发的儿媳妇 嗯 叫做陈岳英 嗯 他说 我们得了票数 跟国民党一样 嗯 比他高一点点的时候 嗯 我们就输了 嗯 为什么国民党会做票 嗯 就把你做掉了 嗯 你要高高高高高好多 他做票做票也跟不上你 嗯 嗯 他会赢 嗯 陈水扁跟连战的票数 很接近 嗯 所以最容易发生意外事件 对 第一发生意外事件 嗯 就输了 好大师 所以你要把这种 风险把它估计进去 大师这一次对 马英九来讲 宋主席算不算是一个风险 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旺旺中时的民调 宋如果出马 谁落马 民调当时是这么说 马英九是33.5% 蔡英文是29.2% 宋主席目前有10.3%的民调 好 但如果送出来呢 马英九支持者有9%改投送 但是很怪的是 蔡英文的支持者 说有12%改投送 资料来源是旺旺中时 民调中心 大师 如果万一 宋主席有出来 你觉得马英九 是不是注定落选 小朋友我告诉你 你这个资讯 已经太旧了 星期一 宋的民调已经到了15% 15% 可是我不能讲哪个台 因为跟你们这个台 不一样 有台好了 或者敌台 应该已经 他在看涨 看涨 我的意思对宋最不公道的一点 就是说 他影响了马的选举 我告诉你 在我的看法里面 在我这么准确的看法里面 即使送过出来 马英九的民调跟蔡英文 已经很接近了 按照民进党的发的 还多了 蔡英文还多一点点 至少很接近了 大家都承认这一点 就发生了 刚才我所说的现象 还有五个月 这五个月之间 有任何意外 包括两颗子弹这一类的意外 马英九就垮了 所以马英九落选 吴黛宇 宋楚瑜 才选不选 今天 过分蓝色的这些将军们 老将军们 我告诉你多少人呢 老将乘77桌 一共有77桌的老将军们 也不过800多人 就这批人 老是担心说宋楚瑜 他们最担心了 这宋楚瑜会影响马英九全局 以我对选情 这么敏锐的判断 我说 没有宋楚瑜 马英九也非常的危险 可是有宋楚瑜 马英九会不会危险到落选 可是现在根据你的民调 宋楚瑜抢了蔡英文的12% 你相信 抢了马英九的9% 抢了 抢了绿色票比蓝色票还多 你相信 未来到选战后期 他抢绿的多 还是抢蓝的多 要看未来五个月的发展 要看未来五个月的变化 我告诉你一个讯息 当年老布希总统 第一次打垮了海山的时候 那年31号民调 老布希得到91%的人民的支持 民调91% 历来美国总统没有这么高的民调 可是91%的人选美国总统 碰到一个小州的州长 他叫克林顿 克林顿就跟他说你笨蛋 问题在经济 就跟他闹 20个月以后 克林顿赢了 90%的民调都保护不了你 何况马英九 这什么民调 这什么民调 你跟蔡英文一样的民调 这什么民调 太脆弱了 太脆弱了 你这么脆弱的时候 整天77桌的老将军们 老将他怪宋楚瑜 太没有出息了 问题不在宋楚瑜了 问题马英九 你为什么 今天至少承认丢了 丢到200多万票 甚至300万票 你怎么丢了这么多票 你不反省 怪宋楚瑜 太没出息了 大师可不可以这样讲 打败仗 将军们都给打败仗 宋主席出来 当然是对马比较不利 对不对 一定是对马比较不利 这话要反过来说 是马出来对宋也不利 跟马云本就出来了吗 宋还没宣布吗 你不能说你抢 你偷吃步 你先抢一步 说我已经提名完毕了 所以你要让我 我们不是没让你 让过你啊 四年前不是让了你吗 十二年前你发表 像发表的假民调的 不是你吗 陈水扁两次当选 都跟马英九有关啊 第一次发表假民调 第二次 两个子弹的时候 马英九 他被市长派出警察来 把群众驱散 打群众 抬起群众 那什么人呢 使陈水扁可以 稳坐这个总统 是马英九耶 那马英九是陈水扁的贵人 陈水扁两次当选 都是靠你马英九耶 还来什么宋楚瑜 李大师你觉得 送到目前为止 比较倾向参选 还是比较倾向不参选总统 你有在劝他吗 我不要劝他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大家都一笑就知道了 根本不爱戳破 你不是说你会劝他说 其实他很能干是可以选的吗 他那么聪明和老我来劝 他自己会审度整个的情况啊 我已经讲过了 一开始我讲过了 我们已经12年 我们就包括我跟宋楚瑜 已经12年没有选总统了 我们开始老了 总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上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可是宋楚瑜是不是可以选呢 当然可以选 因为他70岁嘛 他年轻嘛 为什么70岁可以选呢 因为雷根77岁还做总统 大高乐 79岁还做总统 为什么不能选呢 但是你有跟宋主席聊到 因为你说他宋主席 请你出来选立委 见面不只三顾茅庐 见面很多次 你有跟他聊到 总统参选议题吗 我跟他当然聊到过 可是我觉得宣布的越晚越好 所以他还记得要死啊 你赶紧宣布 宋楚瑜安兵不动 我那么激态什么呢 那么激态 慢慢来啊 因为杨我的民调 我的民调在涨啊 从百分之十 现在走百分之十五 要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那还得了啊 所以大师应该讲 宋主席在等待时机 宣布参选总统 是这样吗 有什么错呢 是这样吗 有什么错呢 不然做什么大内高手呢 这就是大内高手啊 大内高手四个字 这是我办党外杂志给他的封号 今天我们反对宋楚瑜的人 我给他说什么 不是大体啊 破坏团结 没有正当性 马洋酒啊 一大堆一大堆理由 其中一个 就觉得你选 你选余选总统 什么意思 当然可以选啊 所以他还在等待时机 宣布参选哦 是您的了解是这样吗 大家对清楚于 另外一个对撞 说权谋太深 为什么不可以权谋啊 搞政治是傻瓜嘛 搞政治就是想权权谋 我说用个比喻了 搞政治不讲权谋 就好像做妓女 不讲风骚一样 那怎么能干这行呢 职业就是要权谋 不然被人家当傻瓜骗嘛 权谋有什么错呢 所以现在宋就等机会嘛 等你的民调起来以后 贪选啊 那大师应该讲 如果宋主席 万一民调没有继续往上攀升 也未必就不会出来 宣布参选总统 是这样吗 别忘了有我在哦 我是反对在 今年的所谓总统选举里面 宋或者我 有一个人在缺席 所以 或者两个人在缺席 都不可以 所以大师你的意思是 万一送不出来 您会出来参选总统吗 所以我转 我转来转去都这个意思嘛 你们听出来吗 所以 我们 我们已经12年没有选总统了 我们 离总统越来越远了 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近了 都是我们的 嗯 好 是不是2012年 不是宋主席 或是李敖大师 会成为第三组总统候选人 或参选人吗 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李敖大师在我们现场 独家大爆料 他说跟宋主席讨论过选总统 当时是说希望宋仰望观察一下民调 他说宋主席是非常大内高手 可李敖大师 都是我的看法 都是我的看法 你刚刚讲 如果万一宋没有出来宣布参选 你要出来宣布参选 是 然后你们两个至少其中有一个人 要出来参选总统 然后成为第三组的总统候选人 是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就说 在总统这个选举里面 宋不应该缺席 他如果缺席 我可能就进场 嗯 可是你已经宣布参选立委了 两个不冲突 因为 中央选举委员会 已经把立委选举 跟总统选举合并的一天了 嗯 因为他合并了 所以我们才有 两个全选的机会啊 可是一个人的资格 不是只能挑一种 可以同时 当总统候选人 可是我在没有登记以前 你怎么知道我选哪一个呢 到现在我说我选立委 在十一月中 没有登记的时候 以登记为要件 谁都说嘴巴在讲的 你没有正式在中央选委会登记 都不算 所以大师 那个你这件事 有跟宋主席讨论过的时候 如果你不出来 我李敖我会出来 你有跟宋主席讨论过这个事吗 我对他一笑 他知道我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有我跟他 我跟他我们都 讲话都不太 见面都不太讲什么话 因为高手过庄嘛 都知道你什么意思 下危情一样 第一个子 我下在天原这里 下在你家里 一个子放在那里 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 有一天这个棋 布满了棋盘的时候 我这个子就发生作用了 因为他卡在你心窝里面 一个棋 叫天原 所以大师 如果等到那一天 你会直接找宋主席商量说 我或是你 其中一个出来选总统 我会有这个事情吗 不会跟他商量 他只要不选总统 我就要选 他什么时候会决定 可他选的时候 我也要选 他他选你要选 那天是四组 十二年前就这样子 嗯 那问题你问起来 说那你要选的话 那你不选立委吗 我是在选立委啊 你两个全选吗 新的案子中央 选举委员会公布的 你不该把两个案子 两个选举合并在一起 现在为了马彦九 有的时候省七亿台币 一般两个混在一起 你混在一起 就博多了我们的权力 什么权力呢 因为我只要登记 总统的选举的时候 嗯 根据总统的选举罢免法 选罢法那个 嗯 只要登记总统的选 立委就作废 所以大师 现在应该这样讲 不管宋芷熙 要不要出来 您都会参选总统 是这样吗 他如果不选 嗯 我一定选 嗯 他如果选了 你也选 我未必选 你未必选 你又未必选 未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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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们两个 是不是任何一个人出来 变成第三组候选人 都可以把马英九 或者都会把马英九 拉下来 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想想想看 我们会把蔡英文 拉下来 你忘了忘记我 我是第一个为台独坐牢的外省人 比你唯一一个人 我这浑身都绿的 你忘记忘记了 坐牢的时候算我一份 说我是台独分子 选总统就把我当了蓝色来处理 你可以这样干吗 可以 因为我出现以后 会证明 你文明党这些假货 尤其外独会 外省人独立委员 独立会 通通是假货 真的 我不是老台独在这里 但是那难道你们 虽然我不是台独 因为我罪名是假的 可是坐牢是真的 可是难道你们出来参选 是在帮马英九吗 难道民进党的人 会投给你们 我你可以投给李瑶 投给宋淑仪 我也不投给蔡英文 会是这样吗 我们的位阶 我讲过嘛 台湾们看得太小了 我们的标准是说 使台湾进入民主政治的时候 台湾民主政治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我做过立法委员 我在立法委员看过 当时民进党的党鞭 一行政下 83个 注意啊 83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不能进场 对 全世界有这种民主国家吗 不进入国会 在国会外面 不敢进来辩论 也不敢进来投票 这是啥是民主啊 这是赶鸭子 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认为 只要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 看宋普瑜或看我李瑶 我们进入国会 我们干的什么事情 不要把我们看那么小 但是应该这样讲 您觉得是您出马选总统 还是宋主席出马选总统 对马英九杀伤力比较大 他大 宋主席出来比较大 因为他的这个人脉 人脉关系比较广 可是我在精神上面 影响力深远 我比较深 他比较大 精神上也比较深 当然有一天大家会觉得 今天我们就回忆了 12年前如果选总统 选了李瑶今天什么结果 这12年来什么结果 台湾是个大同社会 如果选了宋楚瑜什么结果 台湾是个小康社会 就不像前水扁马英九干这么烂吗 大家都知道宋楚瑜第一能干 对不对 对 那可是你说宋的杀伤力比较大 可是会杀伤力大到让马洛选吗 你们为什么老是这样看低我们吗 为什么不想到宋楚瑜会当选啊 为什么不想到 那就是让马洛选吗 马英九会直当而退呢 为什么不想77座的老将军 会倒戈过来支持宋楚瑜呢 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你觉得马英九有可能退吗 问题就在这里啊 马英九不是说吗 你现在宾教结果 你输了 你退不对 嗯 我们知道马脸长 从来没想到马脸 马脸皮这么厚啊 可是他们有经过提名程序了吗 什么 他们很早就经过党内提名程序 可是你们有报名啊 报名以报名为要接 以登记为要接 所以现在我说选总统也好 想立法委员也好 什么事都没有 登记时候见真章 我要去登记 请你李奥拿出来1600万 我要去登记 他说请你拿出来 25万人联署书 你懂吧 他用高门款 来控制我们 但是这么什么 这么台湾民主是假的 嗯 因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年满40岁我就可以选总统 你为什么还要我2500万 25万人的联署票 嗯 为什么还要我1600万台币 嗯 按照看看宪法 对 20岁有投票权 23岁有被选举权 嗯 可是选总统 40岁 嗯 嗯 是不是 我在按照宪法 我来参选总统的时候 你忽然说要我1600万 对 是什么意思啊 嗯 用高门款 对 来限制宪法所保障的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证明你的民主是假的 嗯 其实最近也有宋主席的子弟斌出来说 到8月底情势会明朗 而且他认为宋主席不会宣布参选总统 会跌破民进党的眼睛 到底那个子弟斌讲的 跟李奥大师讲的 谁讲的是对的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今天国家专访的李奥大师 李奥大师前两天有个宋主席的子弟斌 因为您刚刚说宋主席还在思考 要不要参选总统在观望仰望看民调 那那子弟斌说宋主席在8月底前情势明朗 应该不会宣布参选总统 也不会做心痛愁快的事情 会让民进党跌破眼镜 意思是宋主席不会出来参选了 他讲的对 还是您讲的对 当然我讲的对 您讲的对 因为宋楚瑜并没有告诉他的子弟斌 他选不选 我告诉你 今天为止 知道宋楚瑜选不选的人 我猜只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 谁 就是陈万水 其他人 宋楚瑜绝对不露口风 我选和不选 这是他的文件之处 他不露口风 所以别人 他的子弟斌在猜他不选 和我判断他 他会选 民调够的时候他会选 你从什么地方判断他会选 哪一点判断 他恨马英九 你满意吧 你要不要这个结论 是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恨马英九 他有十个理由可以选 其中一个理由是恨马英九 就变成个动力啊 就好像我恨日本人一样 我就可以拿出来一百件艺术品 去卖一百万 送给魏安妇 每个人五十万 我可能 并没有这么有爱由魏安妇 可是我恨日本人 恨的力量就是伟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说你恨马英九变成个罪状 不通嘛 所以我说今天给宋楚瑜 他大概有十个罪状 破坏团结 不是大体的 没有正当性啊 大概十个罪状 通通都不成立的 可是他跟马英九也合作过 只是因为马英九不是很体贴吗 或者说不是很善于沟通吗 有这么大的恨吗 马英九根本干错行 马英九不能够搞政治 你懂吧 搞政治要跟哥们 豪爽 对吧 像我像王金平 宋楚瑜 这种都可以搞政治的人 可马英九占个便宜 他脸蛋漂亮 对吧 他正派啊 很清廉啊 什么正派 我觉得他最邪派的 国民党开始反省 反对李登辉的时候 当时一批人有正义感的人 出来搞新党 马英九不参加 后来又一批人出来搞亲民党 马英九不参加 他终于国民党 他追随了 追随了李登辉 当李登辉被他出卖 李登辉由总统委任直选 一夜之间改变成 委任选举改成直选 马英九还不跟着李登辉转 最没有原则的人 最没有骨气的人 他不应该搞政治的 因为他的脸蛋很好看 应该去做什么电影明星啊 或做什么牛郎啊 干这个的 干过行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就是是否来看一下这个民调 旺旺中时民调 是否赞成亲民党推荐自己立委 国民党方面赞成亲民党推荐立委的 有三成八 不赞成的三成五 换句话说 国民党有人乐观其成 有人不赞成 但重点来了 民进党里面赞成亲民党 自己推荐立委的五成二 不赞成的一成二 那如果自己说是中立选民的 赞成亲民党推荐立委 是八成一 不赞成的六成 大师是不是民进党 其实坐在那边 坐收渔翁之力 谁是渔翁啊 我们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变成渔翁 我就是渔翁 宋楚瑜就是渔翁 为什么要把我们设定成 我们是弱者 我们是失败者 我们是搅局者 为什么不把我们看成 胜利者当选者 你说国民两党相身 亲民党 又要打破这个江山 你知道 哎呀你愿不懂 我是什么样的人 好吧宋楚瑜这次要选 我第一个站出来 对不对 大家看得很清楚 大师出来 一般人 有的人 也愿意加入 可是在观望 在闪躲 由于不决 为什么呢 人根本有两类人 一类人是我 一类人是他们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这天上有星星的人 星星带来不是光明 是希望 光明太光 星光不够 亮度不够 星星带给我们的是希望 我的世界里面有文天祥 文天祥带给我们的是 不是成功 可是呢 带给我们正气 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 他们是闪躲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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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精算结果一年出了七次公安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精算是把一个人力量充分地运用 进来办公 外面还要管草地 草坪 任养草坪 所以呢 人力分配不足 反而出了大事情 音效是大 我的世界里面有星光 有文天祥 所以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的目的呢 是要宣扬里面 未必在 目的请问文天祥 目的请问文天祥 为什么你要做一件 没有希望的事情 你目的何在 我们是这种性格的人 所以我去了 賴石堡那么好打 那么好打 一般人敢打他吗 对 我就敢打 我就去打 你会赢吗 会赢吗 第一我不从 我不从胜败来看 你说 你说 文天祥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呢 所以不从这个来看 可是从这个来看 我也会赢 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过了 我可以证明你賴石堡 是马英九的军师 你们把台北市银行 卖给了富邦银行 配合陈水扁二次金改的作业 你害了台北市 害了卡奴 你们帮助了富邦集团 你们 我没说马英九 也没说什么人 十某些人贪污成功 我们先去许巷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市长李佬李大师 在独家专访里面 一开始有提到说 如果说你跟赖石堡之间 你说如果有一场公开的辩论 把理念讲清楚 变清楚 然后看民调 谁的民调高 谁代表蓝军出现 大师您说你愿意吗 那之前李建南李老大也说他愿意 你觉得做这个党外民调 会成为国卿 最后寻求沟通的最后一个方式 就是大家来进行另外一种党外民调 然后看谁民调高的 不管是辩论模式加民调 可是这里面 哎呀对不起我打带你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 总统部分也要辩论 总统也要辩论 也要民调 就是一个作业的 不屑于立委 所以马云九跟宋楚瑜 应该有一场到三场的辩论 来决定民调 那你要宋表态要选啊 如果他没表态 你觉得还要辩吗 这是程序问题嘛 我现在 我在没登记以前 都是表态 我讲过在11月 19号以前 没登记以前 通通是表态啊 对政府而言 对中央选举委员会而言 以登记为要件 你觉得送多久会表态 马云九不是表态吗 对政府而言 对选举单位而言 通通是表态 你觉得送最晚 什么时候会表态 他不能晚于9月15号 因为那9月15号 就要去挂号 带着你的副总统来挂号 然后交100万 然后说 请你同意我去联署 然后中央选举委员会 审查以后 同意联署 你有45天的时间 去找25万人以上的支持你 所以这个有45天的时间 就联署的时间又有 所以总统表态 在9月15号以前就要表态 可能对登记而言是11月了 对好 但是我们先放开总统部分 就立委部分 如果你觉得来做党外民调的方式 一体适用可不可行 议题适用 要包含总统开始 可是我万一宋主席 9月15号 我就确定我不要选了 那还要做党外民调吗 当然可以 问题宋主席 9月15号 9月15号 就要宣布啊 这个问题不能等到 11月15号 如果他宣布不要呢 他就不要呢 那其他立委你觉得 如果你方法改变 就经过这个辩论会 如果是一场到三场 宋愿意不愿意我不知道 至少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那你觉得亲民党 他说你还没有报名 你没登记 你也没登记啊 你只是党内提名而已啊 你也没登记啊 那你觉得 党内实名我没有党 那我就自己提名了 我现在就提名了 可以吗 那你觉得其他亲民党提名人 应该一体适用吗 没有约束力 没有约束力 自己愿意而已 因为每个人出境不一样 像李建南他跟黄老迅这个区里面 他们蓝色只占一半 对吧 他们两人一碰的话 绿营就占便宜嘛 但是我们这样讲啊 你刚刚其实对马英九总统很多批评 你觉得马总统这几年 三年四年做的 比过去民进党阿扁时代执政 清联度也好 政派度也好 执行力也好 比阿扁时代做的差吗 他不如阿扁 马英九还不如阿扁 阿扁还贪污 还不如阿扁 贪污是贪污没错 马英九帮着别人贪污 他帮谁贪污 台北市银行不见了 他就吃了富邦两次鱼翅咽 不但别人整个台北市银行不见了 台北市银行负责人都跟着过去了 违反旋转门条款嘛 都跟过去了 所以马英九最严重的问题 我告诉你哪里 承转扁是个土蛋 马英九是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精心训练出来的这种罕奸 承转扁是个土蛋 所以6108亿的军购案 我们可以挡住 使承转扁不能成功 到马英九 2045亿先买武器 所以马英九是美国人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 承转扁跟美国人搭不上线 可是大师 你这番讲话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你根本在帮民进党助选呢 把马英九拖下来 再帮民进党助选 会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大家的感觉错误 我自己要当选干民进党什么事情 假如这样子 不把我放在蓝色 就把我放在绿色 你们不肯定我们自己的颜色 那你是讨厌马英九的蓝色吗 还是讨厌马英九的橘色